传奇法师红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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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种种不玩具者 师大国王的欲不实时 若能具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是什么心 大慈悲心是什么心 其实这个里面也是不离开菩提之分的 七菩提之八正道分 这都不离菩提之分的 这才叫大慈悲 本身慈就是娱乐 悲是把苦 慈悲一般性的慈悲 大慈悲 大慈悲就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心 生起那种状态 吓心含笑 就好像是看到这些人 就好像看到自己爸爸妈妈 有恩德的爸爸妈妈一样 怎么你们沦落到这个份上 你们的夜暴这样子的痛苦 然后 吓什么 不是很高的 我是国王 我是大臣 我是长者 我是富翁 来来来 我给你钱 不是那样 是以鼎带之心 你是我的大恩人 你的现在怎么落魄了 这种份上 然后以这样子的吓心含笑 亲手便不识 这样子 或者以这种心态 叫别人去帮你不识 或使人识 软眼未愈 不但首要不识才 语言还要去安慰他 无谓不识 甚至法不识 对不对 是国王的 所获福利如不舍 百恒合杀 佛功德之力 你看到没有 佛讲到这里的时候 佛有没有把自己抬到最高 没有 他反过来说 如果你在社会上 你就帮助那些盲龙 阴雅 残缺不全的 这些可怜民者 那以大慈悲心 你能够以低下的谦卑的心态 以恭敬对方的心态 面含 这个笑容 轻手去给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去不识的时候 他说 这样子的功德超过不识 百恒合杀佛的功德 本来佛 三界宗族 福慧两族 供养佛陀的功德多少大 对不对 这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 你供养佛的功德是最大了吗 那为什么这个超过供养佛 而且不是超过一点点 白恒合杀 一恒合杀就不得了了 也就是说你供养佛 佛还只是你的对劲 只是你的对劲 佛你是圆满的对劲 我供养你 但是如果能看到这些 盲龙阴雅 这些苦难的众生 你能以兴起了发的慈悲 这个菩提心 然后以这个大 这样子 大慈悲心 就是有菩提分的 有菩提心的状态的慈悲心 那慈心含笑的 这样去给的话 这个是什么 这不仅仅 你供佛的话 是以佛为对劲 你这样子往这个去做 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这个 这就是你自己成佛的方法了 对不对 请问是供佛功德大 还是你成佛功德大 对呀 所以这就知道了吧 这个是你成佛的资粮啊 所以说 也就是说 在你的心灵里面 你已经开始积累成佛的资粮了 你跟佛已经是一体的了 你供佛的时候 佛还是你的对劲 你供养这些众生的时候 你听着佛的教导 能够这样子供养众生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佛了 所以这佛教重要不重要 那所以护持供养 修补塔庙 重要不重要 所以佛陀在后面又讲到 这个 这些修补塔庙 供养出家人 能够 这个 或者建新的 或者修旧的 这个都是 佛陀都肯定了这些功德 但是这里面 又回过头 又说 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 建筑老病及生产妇女 若一念间 举大慈心 不失医药 饮食 卧具 使令安乐 如是福利 罪不思议 一百节中 常为 禁居天主 二百节中 常为 六欲天主 你看 而且毕竟成佛 永不多恶道 乃至百千僧众 而不问苦生 为什么 佛陀在这里 前面 你看 又讲过 供佛塔式 修寺院 这些 然后又来说 佛陀在这又来说 又告大家说 如果能见到老的老人家 我们说 观寡 孤独 观就是 一个男的 老了 失去老伴 妻子的 观 寡的是 年纪大的 然后 男的死了 孤 就是 一辈子没结过婚的 没有什么清晰的 独 也是这样的 无依无靠的人 这样的人 如果你帮助他 老的人 生病的人 或者在生孩子的 那个女的 请问 如果社会上 他有力量 要不要你帮忙 不要你帮忙 那要你帮忙 都是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帮忙 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 而且 你说一个女的 如果生孩子没人管 你说她苦不苦 如果这样的 你 一念间 具大慈心 这不忍她苦 给医药 饮食握具 你看 佛陀在这里 是不是鼓励我们 要做这种事情 这也就是 不忍众生苦 要落实在这个社会上 具体的方法 所以除了佛陀 一遍一遍 富足 地藏菩萨 地藏 地藏 末令众生 多令苦 但是同时 这时候也告诉国王 大臣 有钱的 婆罗门 有知识的 告诉所有大众 应当在这社会上做什么 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功德 有什么功德 常为近居天主 常都升到色界天去 做天主 二百节中 常为六欲天主 在欲界天做天王 而且必尽成佛 为什么 因为以菩提心 这里面是有菩提心的 大慈心 所谓一个大 这都是指我们的奔然经 奔然经心地 这是通大方广的那个大的 这个大 是同一个含义 这都是说有了菩提心 因为学经学到这里 佛讲经讲到这里 在会的每一个人也都有菩提心了 对不对 生起菩提心了 所以也是符合于楞严经 所讲的 行诸善法 忘诸菩提心行诸犯法 行诸善法 几通我业 你要没有菩提心来做这个 会变成轮回的因 有了菩提心做这些 是成佛的因 佛都能成 更何况受用这个福报 三切的福报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里面我们总的来说 到底说 也会供养塔庙 供养主家人 供养佛菩萨 辟知佛 声闻原觉 然后用的 其实这里面 我们用一个概括 也是一个 父母恩 叫什么 我们的恩田 对不对 恩田 佛菩萨 福田 苦难的众生 悲田 就三个田 对不对 这一节是不是就讲这个的 就讲这个的 这三个田 遇到这三个田 要去做 父母思长的恩 一定要报 这叫恩田 恩田 与我们人生最有恩的 没有父母哪有我 对不对 这就是父母思长的恩 要报恩 恩田 然后三宝 三宝 是不是 福田 对不对 你不 这个出三界的根本 如果你 我们不单单 学习得利 甚至 我们把它修 是让我们子子孙孙 都能学到佛法 对不对 让世间 这个智登常明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这个苦难的 这个弱势群体 这称为叫悲田 要想成佛的话 恩田 福田 悲田 这三个田都要修 对不对 就是 以这个菩提心来设 这三个田修的时候 都是成佛之音 这样子就能够全部把这一品就概括了 是不是 所以最后再还是强调 是大心还是小心 如源于法界而发心的 菩提心 广大的心 那这个得的果报 就是无量无边的 如果是忘失了菩提心 但为自己利益 或者为了父母 为了眷属 这样来做这个 那这个就很少 福利很少 所以 虽然就是说 这个三个田不变 恩田 福田和悲田 不变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心量 还是 还是决定了他的 他的果报的 我们再把地神护法品 第十一 我们再把它学习 学习一下 耳时监牢地神 白佛言 世尊 我宠昔来 展示顶底 无量菩萨 摩赫萨 皆是大不可思议 神通智慧 广度众生 是地藏菩萨 摩赫萨 欲诸菩萨 誓愿转身 地藏菩萨 与严福提 有大因缘 如文殊 普贤 观音 弥勒 一画百千 身形 度语 即愿尚有必尽 是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 一切众生 所发誓愿 结束 如百海翼 横河沙 至尊 我观未来 及未来众生 于所住处 于南藏行性之地 以土石入墓 做其看事 世中能塑化 乃至金银铜铁 做地藏形象 烧香供养 瞻里赞叹 世人居处 其得十种利益 何等同时 一则土地丰壤 二则家宅永安 三则天盲生天 四则献臣祸 五则所属水印 六则无水火灾 七则心傲地处 八则渡戒恶梦 九则除入神户 十则多余生意 十则未来世中 及现在众生 恶能于所住处方便 做如是供养 得如是利益 父来天赐尊 父来世中 各有善男子善女 于所住处 有此经典 其菩萨像 世人更能转如经典 供养菩萨 我常日夜 以本神意 为护世人 乃至水火道争 大恨小恨 一切恶事 西皆消灭 那天我说的监牢地神 在我们佛教里面 地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但是所有地神里面 监牢地神 他是管整个地球的 他又跟其他的那些小地神 地基主又不一样 所以佛陀降临人间的时候 就是监牢地神 他献一个女的形象 他就奉献出莲花 来托佛的主 当时因为佛陀要降生 这个是很盛大的一个寺 那些天主天神都筹谋已久了 这是神圣的时刻 我们要那个 所以那个大饭天 第十天都准备好了 大饭天也现成一个老妇人的样子 第十天也现成一个老妇人的样子 手里捧的天衣 摩耶夫人当手盘 那个无忧树的时候 然后内下放光 一个光球就这样出来了 光盘出来的时候 这个这时候 这个大饭天主 这个老妇人就用天衣 你想来接向他抱在怀里的 结果怎么样 这个光从他的怀里 什么 就透过去了 无障碍的透过去了 那人 第十天一看 哎呦 太太好了 我也有机会了 他也上去接 结果一接也没有解除 结这个光就无障碍的也过去了 然后就是要落地的时候 监牢地神一朵莲花上来 把佛陀托住了 哎 你看 所以那个时候 太子降临人间还没有名字呢 佛陀是 太子是降临人间第五天呢 然后大臣聚会 我都庆祝嘛 看相的什么 这个 那个聚集 那个时候才为他起名字 因为出生的时候 这么多瑞相 这么多瑞相 天神 这个乐器 天神布满天空 这个龙 十方的龙王都现身出来 飞飞细雨 地神呢 同时又供养了两朵泉水 一个热泉 一个是温泉 一个是冷泉 两个泉水 然后雪山上的狮子 五百狮子 西西 来到这个加比罗魏城 王城 天上的孔雀 白鸟 都鸣唱 百花齐放 这个时候 江河湖泊的水都变得澄清 全部变得干净澄清 所以这个圣人出世是不一样的 你像我们这个书里记载像孔老夫子一样的 孔老夫子降盛的时候连黄河都变清了 所以我们有中国的成语里面说 圣贤如果出世 圣贤文化昌行的时候 就是什么 江河湖海的水都会清澈下来 很可惜 我现在走到中国 看哪水都是浑的 哎呀 可惜 跑到外国看 看别人哪水都是清的 就惭愧 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 我们懂这个道理 我们不振兴我们老祖先文化 等谁来振兴 等别人再来打你 别人不用别人打脸 自己打 自己打 不孝子孙 哎 就是这样 我们的文化曾经是圣贤文化 让局势瞩目 别人过去是想到移民到中国来 到中国办个卡 是很 是很那个 对不对 到中国来留学 到中国来做个一官半职 都是羡慕的 不得了 那马可波罗游记里都你可以看得到 那才几百年 中国曾经在人类文明上领先 遥遥领先了一两千年 别人要学这个模式 学什么模式 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好的模式不学 对不对 我们学了地藏经 地藏经多伟大了 我们中国人如果都按照地藏菩萨这样来做的话 你看我们社会是不是一下子就超过外国了 这里面的品德 人品是不是比外比洋人要好啊 你外国人的表面你看得客气 那里骨子里还有很多人性当中的裂面呢 裂根性也是有的 那说明不仅仅我们要学 其实佛经适合整个人类去学呢 现在的问题就在哪呢 外国人已经发现这个很好 像英国 他的法律已经规定 教育大纲已经规定 中小学生一定要把佛学教育作为他们的学习课程 已经进入纳入他们的学习课程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好像已经跟他差距这么大 我们今年才听说我们教育大纲里开始了 说儒家经典四十五经成为那个了 那儒家经典 那你说你儒家经典旧世界快 还是佛家经典旧世界快 那这个是不可同时而已 昨天晚上就有一位来拜访 他就在这里安徽这里做私塾 两夫妻都做老师 到现在已经带出五千多个学生了 就是教他们儒家的道理 教儒家道理 那我跟他谈的时候 我就讲他们 说儒家的这个力量 要给把人提拔 飞很大的力量 才能提拔 我不是一个公分 一厘米 佛家的力量 就稍微使一点力 就可以把人提拔个一米 差很远的 我说你看我们听个地藏经话来 就是几天后来 人就变菩萨了 对不对 这都是佛力 佛的力量的加持 佛的力量 前世没有办法赞叹 有口难言 你这舌头再长也赞叹不过来 甚至后来怎么说 我看到悲哗经理 释迦牟尼佛发到什么院 说在我佛法中 如果你穿了我的袈裟 如果你不成佛 我是不得 阿诺多罗三妙三不提 你有没有发现 拍电影拍电视的 那只是个演员 来装一下出家人 披了个袈裟 你看到后来都怎么样 有没有变成虔诚的佛教徒 有的都出家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力 那我们还担心什么 所以我们说在家人 不讲出家人过 你们要记住 那不是你的事情 出家人怎么怎么样 不是你的事情 你的责任 你的在家居士 你就负责公金三宝 知道不知道 那不是你的事 那是那佛 那是僧团的事情 你管太宽了 你已经跃全了 你管的不管对还是不对 你都是有罪的 真的还是不是真的 你都有罪了 你这都很严重 所以那是我们的事情 僧团的事情 那释迦佛陀的事情 佛陀早就发过院了 所以这家杀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这次我们大家全体都受武戒了 你看 你说这是不是很壮观的事情 哎呀 都想想都激动了 就像海盗法师一样的 他做了很多护身员 其中有狗的护身员 养了几千条狗 养每条狗都吃素 我想想这是了不起 劝人吃素 还让狗也吃素 好 我们讲监牢地神的 讲讲说差哪去了 后来佛陀降生 后来佛陀出家 然后成道 对不对 成道的时候 魔王跟佛斗 佛就说 射过来刀枪剑极 到佛这里都编成鲜花 编成鲜花 庄严佛 请问 如果你做人做得辱辱不动 别人骂你 说你对你翻白眼 怎么你都微笑 请问 他对你的骂 是不是你的人格庄严 是不是你的鲜花 就这个道理 魔随便你这么好的 都变成了释迦牟尼佛的庄严 对不对 佛陀就跟他说 你的力量怎么能够动摇我呢 我与三千大千世界 没有一寸土地 不是我为众生舍生命不失的地方 你怎么能动摇我 你只是前世给佛造了一个大殿 福报升到天上 升到第六层 遇见天 他化自在天 做天主的 你想动我怎么动的 真的假的 是啊 大地可以为我证明 监牟地神就发出大地的吼声 是啊 是啊 摩一听 灰溜溜跑掉了 我们再到这里了 二世监牟地神 白佛言 世尊我重新来 禅世顶礼 无量菩萨摩赫萨 皆是大不可思议 神通知慧 广度众生 是地藏菩萨摩赫萨 与诸菩萨 誓愿 深重 使尊 是地藏菩萨 与严福提 有大因缘 什么大因缘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我们想想看 有什么特殊关系 有什么特殊关系 是我们二大爷 特殊关系 就是我们很苦 就是这一点 对不对 是特别苦的一个地方 世愿红神 越苦 请问妈妈 你做妈妈 那边可以知道 你如果有几个孩子的话 你有你有几个 你有没有几个孩子 好像没几个 不像我妈有六个儿子 我们现在跟你们说 比喻你们有六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孩子 生病了 请问你是对这个 生病的孩子 爱更深呢 是不是 那时候会不管 那五个儿子 那五有吃有穿 可以了 这个孩子抱着 脸贴着他 对不对 有大因缘 这因缘不是其他的 我们别人觉得美 是我们 这个痴迷造恶业 重感的苦生 菩萨不忍 就这一点 就这个大因缘而已 不要觉得是你家 舅舅和大爷 成年 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 一华百千神行度于六道众生 其愿尚有必经 我们就要说 奇怪了 那地上菩萨 那天牢地神为什么要这样来比喻 这也就是监牢地神 来自说这句话 我们要明白 比如说从大地里长出来的高山 或者是长出来的树 请问从大地里长出来的高山 有一天会不会高山变平地 大地上的海 有一天沧海变桑田 会不会啊 那大地会不会消失掉 大地会不会 不会的 大地不会的 再怎么变 大地不会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大地上随便 你这里鼓起来了 这边凹下去了 你怎么变 但大地还是大地吧 它只不变形状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那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他们 都是从这个大地里 画出来的 对不对 当他画出来的 任务完成了 他又恢复进去了 真的文书 普贤 观音 事实都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 只不过 因缘 就进去了 但是大地都已经在了 对不对 就比这个例子 就让佛 一回画两首 一回四首 六首 八首 十八首 千首千言 万首万言 他所谓 收进来了 虽然手有粗 有身 有灰 但是这个身体都在了 地藏 就是一切佛的本体 一切菩萨的诡一处 对不对 佛 前面讲佛的那么多 那么多佛 对不对 有过去的 有现在 有未来的 对不对 大通至山佛 这尊佛的名号是未来的 是谁知道的 是阿难准 未来成佛 叫好 大 三海会自在通往 就是这尊佛的名号 这是未来的 很多那都是过去的 彼婆 师佛 那都是过去的 不管久远节来到现在 离我们很近的佛 乃至离我们很近的 过去的 现在的 乃至未来的 来自很未来很久远 很久远的佛 他们都有出现八相成道 而入灭了 又消失了 请问地藏的本体会不会消失掉 所以这个在佛教的时候叫法神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还归此法界 知道不知道 是这个意思 所以哪怕化现的菩萨也是 也亦复如是 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大地 这个本体不会没有了 所以我在这个经历一开始 我告诉大家 地藏菩萨实际在佛法里 它代表的是法神佛 观音 世智 文书 普贤 这都是报神佛 释迦牟尼佛 是化身佛 但不管所有一切诸佛 十方诸菩萨 共归一 共归一 是法神的本体 法神的本体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里不是说比高地下 谁比谁 佛菩萨还比起来的 还好就拳击台上打起来的 谁第一名 谁第二名 有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这这里面 讲到这里是我们开智慧 我们修行人智慧要深入经上 是一个立体的 知道吗 是一个真上的 所以下面就讲到 电脑地神说了 所以说 未来及现在众生 与所住处 请问你们住到哪里 你们住哪里 与所住处住到哪里 你们住哪里 你说我 我家在北京 我家在天津 我家在江苏 住处在哪 新地宝藏 对不对 新地宝藏是你的住处 在这个住处 与南方清洁之地 这南方指什么 又要讲到报身的 你见到那个本然的静心地了 那个就是东方不动佛 你能让清静庄严 这就变成南方保身佛 就是讲到这个 所以这个是南方 那你这清静庄严呢 再接下来 再下一步就增长了 就是什么 就变西方 阿弥陀佛的 莲花成 你国土就成就了 是指这样的 功德 真上 南方是指真上的意思 佛教里每一个字 南方 不是指我们这个 这个三维空间的南方 而是指精神空间的 修行道路上的增长 南方是代表增长 所以你看 你一进庙门 就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东南西北的意思 跟我们平时拿指南针的 东南西北意思就不一样了 天王 东方 就是持国天王 南方 增长天王 北方 广目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 多闻天王 一进佛的寺庙门就不一样了 佛跟我们平时世俗敌是不一样的 佛是指觉悟 是无量光无量寿的 我们世间所有一切都是生灭的 佛的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我们做凡夫的时候 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当我们觉悟的时候 你安住竟然本心地的时候 是太阳月亮绕着你转 绕着什么转 本然进心地转 绕着本然心地 所以那个须弥山 日月绕须弥山腰转 这样转 转的方向都不一样了 你怎么转换 这要用智慧的 这不是说 世间的科学家 奇怪的佛教 这是精神世界的事情 绕虚弥山 绕什么 就是那个 凡夫不觉 那就是那个虚弥山 业力的虚弥山 如果觉了 那就是不动佛 不动 所以不动佛那边两大菩萨是谁 日光变造菩萨 月光变造菩萨 听懂了没有 然后安住的里面 清静 正常 就变成南方 这么意思 在南方里 再保持着这个地上 菩萨能供在那里 是土 石 竹 木 做其 看事 这都有意思的 土 石 竹木 在这里面都是有表法的 不是 找个木匠来 拿个土木 就做一个看 然后你说就 等着去收支票去了 我地上就能说了 你这样 我都这样做了 来来 给我支票吧 兑现 你要按照这种修法 那肯定 不要你去找佛的 自然在你的生命当中 就是那个 所有下面讲的 那都是为你讲的 如果你不是 只是按照第一层的 我们学佛的第一层 世俗敌的第一层 那就不一定 那世俗敌的第一层 是善知识设设的 是为了引渡你的方便 那你不要紧 那你也坐在莲花台上 也不要紧 就怕骗子设的 那你也会倒霉的 佛在地藏十轮经里 就有说到 这里是地藏经 佛成道之后 这个有的是讲 这个是第七年 讲的地藏经 还有一个就是 二十三年的时候 地藏菩萨又现前 佛为他说了 地藏十轮经 那个时候地藏菩萨 专门问了我们 末法时代的现象 我们现在社会上 所有现象 地藏菩萨早就看到了 经典的记得清清楚楚 都问佛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 佛的一个一个解答 那个里面 佛陀就讲到 就讲到这个问题 就讲到这个出家人 我们这一讲 是茶南陀 沙门 我就讲了 沙门有四种沙门 灵象上的 虽然前面讲了 不用你们管 但是你们要知道 什么样的是可以作为善知识 什么样的要进而远之 佛陀讲这句话 这个叫 生 叫什么 伪作沙门 心非沙门 破坏常住 毁犯戒律 死之后 必堕地狱 这样的人 如果你要靠近他 亲近他 跟他学 你也会下地狱 佛还比喻说 如如一个螺丝壳 外面看是螺丝 里面已经臭灰了 请问你拿鼻子纹 你鼻子上会不会弄到脏呢 你要不跟他保持一个距离 所以叫 静而远之 见身之时 见佛 就是看到出家人说 不看身面 看佛面 对不如法的 要静而远之 都来自于 佛跟地藏 菩萨说的 那个地藏史论经理由 所以我们虽然不议论 你不要说 看到 忏悟自己业障 千万不要来 屁颠屁颠 跟后面去学 你学好了 你也下地狱 他下地狱 你也下地狱 你成他的眷属 他也都不要你命 他本来只要你钱就是了 他倒也想不到要你命 但是他这样做 是违背佛法的 教授 对不对 他这样是会堕落的 我们倒是只弄了一个那个关系 其实我们佛对我们还是有的 你比如说我们布施 布施是要布施的 对弱势群体都要布施的 但是这个人有邪知邪见 行吗 你能布施他吗 虽然布施他 佛教授 不能手与手亲自给 诸如我的背心 我要有 但是我给他的手 我要保持距离的 往那一放 人赶快走 你不要跟他 手碰手 你碰到他 他的晦气 会把我们身上的那些福德 全部都烧掉的 人是有晦气的 我跟你说 你有舍利子的话 被他晦气碰到 人的舍利就没光了 甚至飞掉了 没有了 甘露丸 你被他的晦气在那带吃 没有用了 甚至还有毒了 你喝的水 被有晦气的人 风吹过来 喝的水吃了还拉肚子 晦气很厉害 邪知邪见 种的重恶业 所以这要看的 你就帮助他 但是你要保持一种 距离 要谨慎 因为他有他的力量 他有他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 不足以 不那么强大的时候 有时候 你被他染污的 这个要懂 这个在佛经典里 所以要不要广读佛经 佛不是没跟我们说 都仔仔细细 婆婆妈妈一样 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公告我慢 不看佛经 我们中国现在很有福报 这些佛经都有 你想不到的佛都跟你讲到的 所以他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以后要广文博学 知道吗 先把佛经广文博学 你别说又看算命的 又是看天文地理去了 看周易去了 我不主张那些 算什么命 一见阿弥陀佛 命已经转变了 对不对 礼佛一败灭罪横杀 称佛一念 称佛无量 你前一念 后一念 我已经转变了 对不对 我们就好好的按照佛的教导 不要再歪门邪道的 所以廉慈大师说 看那些歪门邪道的书 还不如不识字呢 对不对 跑出去 千里万里烧香 然后找不到善知识 还不如老老实实实在家里 有个孝心 有个恭敬心 有个信心 对不对 外面跑 你说 你有善知识还好 像我有一次 江西卢山 传音方丈 深座 那个时候 我是师父的侍者 师父带着我去 我们代表浙江团 去到卢山 去给他送座 路过黄山 路过黄山 黄山美 美不美 你们有没有去过 我也没去过 路过山下 我就看 我仰手 我看着 我还一边看着 一边跟师父说 师父师父 一时就黄山 师父师父 这房子多漂亮 师父师父 你看哪里都露云 这一位在师父身边 幸福吧 师父 结果把那脸说 黄山上有庙吗 好像没听说 黄山上有庙 师父好像没有 没庙有什么好的 师父 师父 慈悲吧 舍不得你浪费人生 黄山地没那么没 跟你相干 给你 你下地狱 黄山会拉你一巴 是不是 不相干的事情 如果你开悟了 那还好 可以供养佛 对不对 这么美的黄山 可以供养佛 你如果没学佛 你没开悟 没开悟 眼就看在地上 我跟你说 只看三尺 走路别摔跤就是了 啥是你的 是不是 什么跟你相干 跟你生死人会相干吗 所以我师父说 除了生死是大外 其他都不要用太多心 因为人生苦短 佛法这么精深 你就用很努力 很经济学 还够你一回学呢 对不对 你散乱心 那几十年一晃就晃过去了 老师 我们老师算一算账 百年三万六千日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拿来好好学佛 三分之一睡觉 就三分之一去掉了 对不对 三分之一去掉 还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在八个小时有工作 又三分之一去掉了 那还有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你要吃饭 烧饭洗菜刷碗 有几个小时去掉了 洗衣服 对不对 家里亲人 只要聊聊天 朋友要见见面 还有几分钟 想象还有几分钟 是不是 一辈子还有多少 你再不珍惜 所以师父 有幼儿吗 再请问 那幼儿就行了 幼儿有善知识吗 对不对 所以佛教里的标准是有善知识 有善知识 哪怕善知识也不是大老板 也不会赚钱 到那只能喝凉水 喝凉水也应当住下来 一起同甘共苦 追求佛法 如果没有善知识 哎呦 那边饭店一样 天天圆桌 吃圆桌 每一回吃饭就发一百块 两百块 也不能住 耽误你的法神会命 对不对 所以学佛是有准则的 有标准的 所以到现在 我是路过黄山 路过好多次的 我也没去过 我就记住师父那句话 没有意义的 放弃那也没有意义的 这一辈子就这样好好学 还够我们学的呢 嗯 嗯 一首本人尽心底 无尽佛藏大自尊 南方世界永不相遇 相遇 我眼滴藏如桑枝 三世如来同三旦 十方菩萨共闺 我今夙是山一月 沉阳抵藏着我 沙漠抵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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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王菩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地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置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 八观摘戒 护生祭礼拜大悲掺法会 恭请广护法施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我是罗一君 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时 或自觉有风险 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就建议您进行快筛 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 可透过视讯诊疗 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 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 医师也会询问您 是否符合65岁以上 或慢性病等条件 评估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 或一般症状治疗药物 请您遵照医主服药 提醒您 前往院所时 记得携带密封包好的快筛 检测卡夹或检测片 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于报道时 主动告知快筛阳性结果 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 疫苗打三剂 一起做防疫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这次中文课程 要选择菩提道登论 我希望通过一心讲堂的课程 尤其是这次的菩提道登论 支部著作 对于那些 无论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藏传佛教的人 还是入门初学者 还是就是有一些一定基础的那些法有 大家都可以从零开始系统有条理 由前入深的去了解和学习藏传佛教 打好一个非常扎实 而且正确的理论基础 而且就算是一些对藏传佛教 比较有了解 有一些修行 或者说是比较熟悉的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一次更加系统 更加全面 而且更有次第和规范的去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希望大家静下心来 然后按部就班的 就慢慢的我们一起探讨 一起学习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课程当中 要特别选择了这个菩提道登论 首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这个菩提道登论是一部最能代表藏传佛教的著作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就是由于他的这个作者 菩提道登论的作者 是谁呢 就是阿迪侠尊者 这个阿迪侠尊者 他是一位这个印度的班智党 一个印度的学者 也是一个高僧 他可以称为是这个藏传佛教当中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印度的高僧 也就是一个学者 登论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一部 他就是一个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一部 首先呢 就是他的作者 就是阿迪侠尊者 他是嘎丹派的祖师 那么嘎丹派又是最早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宗派之一 他是比嘎举 格鲁派 格鲁派 萨加派 格鲁派 等等的这些大宗派 都要早期的一个宗派 所以说登论 是从一个就是非常概括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在现在的很多宗派行程之前 就问世的一部著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现在的就无论是四大教派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各个教派当中 它是一部非常公认的 非常有权威性的一部著作 登论就是这样一部 涵盖了贤密 涵盖了大小称的这样的一个论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阿迪侠尊者认为 作为一名学佛的一个修行者 三称都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包括小称也是必须要学习的 只要是佛法 作为一名修行人来说的话 没有一个是我们不需要学习 要扔掉的 要舍弃的 没有 都是应该去学习和实践 因为这三称之间是互相补足 或者说是相补相成的这样一个关系 而不是说某一种教法是 就是说独立存在 但是登论虽然说它就是一部论点 但是它是比较直接的语言 告诉我们如何去调伏自信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入门或者出学者来说的话 就更加的容易学习 掌握和理解 也更实用 更实在 但是如果是一部纯理论 或者说是纯学术的著作的话 那可能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的实用 很难就是一下子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说是登论 尤其非常适合我们这些现代的人来学习的 就非常适合 因为它不仅涵盖了涵盖的面积很广 而且是特别以这个调伏自信为主 主旨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这个内容呢 就是更容易就操作和实修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就是说想要进入大乘的法门 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和修行大乘法教 同时呢也要学习小乘的法教 所以呢就是这个阿底下尊者的这个弟子 也就是一个 感叹派的一个祖师 他叫Drom Denba Drom Denba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能知以四方道 设置一切圣教者为我施展 那么Drom Denba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句话来 就是说赞颂啊 这个或者说赞美自己的上师呢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能够做到完整全面的去了解和通道三正所有法教 去学习和修行一切的佛法 这样的人就是我的上师 也就是说我阿底下尊者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阿底下尊者个人的一种魅力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大乘小乘啊 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学习通达的 我们了解学习通达之后呢 我们才会发现啊 其实他们之间不是互相违背 或者说是就是互相抵触的 那么这个菩提达登论啊 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涵盖了就是涵盖和讲和说了 那讲说了对讲说了这个三正所有的这种药语和重点 所以呢它是特别的殊胜 特别的与众不同 所以呢我们应该去学习 好好的去学习 而且呢要学会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